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教程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 和他的杰作斯蒂芬霍金和时间简史 你可能已经听说过霍金的名字 或者看过他的书 或者知道他患有剑动症 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 他是如何在克服了无数困难和挫折的情况下 创作出了这本改变了人类对宇宙的认识的著作的 在这个视频中 我们将带你走进霍金的生平 了解他的成就和贡献 以及他是如何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 向世界展示了一个奇妙而神秘的时间简史 霍金于1942年1月8日出生于英国牛津 他的父母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 他的父亲是一位医学研究员 他的母亲是一位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学者 霍金从小就表现出了对科学的兴趣和天赋 他喜欢拆解和组装玩具、钟表和收音机 他也喜欢阅读科幻小说和天文书籍 他的家庭氛围也很鼓励他的求知欲 他的父母和姐妹都是爱读书的人 他们经常在餐桌上讨论各种各样的话题 霍金的学习成绩并不突出 他在学校里被认为是一个聪明但懒惰的学生 他不太喜欢做作业 也不太关心考试 他更喜欢自己探索自己感兴趣的领域 比如数学和物理 他在数学方面有着惊人的天赋 他能够轻松地解决一些复杂的问题 甚至不需要写下任何步骤 他对物理的热爱也很明显 他曾经和几个同学一起制作了一台简易的计算机 用来解决一些基本的数学问题 他还参加了一些物理竞赛 获得了不错的成绩 霍金在高中毕业后 考入了牛津大学的物理系 这是他梦寐以求的地方 在牛津 他继续了他的自由探索 他对课程的内容不太感兴趣 他更关注的是一些前沿的物理问题 比如相对论和量子力学 他也结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 他们经常一起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 从哲学到政治 从宗教到科学 霍金在牛津的生活很快乐 他也很受欢迎 他参加了很多社团和活动 他甚至加入了划船队 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划手 霍金在牛津的最后一年 发生了一件改变了他一生的事情 他开始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症状 比如说话含糊 走路摇摇晃晃 手脚无力 他最初以为这只是一些小毛病 或者是由于过度劳累引起的 他没有太在意 但是 这些症状并没有消失 反而越来越严重 他的父母也注意到了他的异常 他们带他去看了医生 经过一系列的检查 霍金被诊断出患有一种罕见的 神经退行性疾病 叫做肌萎缩性脊髓厕化症 也就是剑洞症 这是一种无法治愈的病 它会导致患者的肌肉 逐渐萎缩和瘫痪 最终导致死亡 医生告诉霍金 他可能只能活两年 这个消息对霍金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绝望和恐惧 他觉得自己的一切都失去了意义 他的梦想 他的未来 他的爱情 都被这个可怕的病魔夺走了 他陷入了深深的抑郁 他不想见任何人 不想做任何事 他甚至想过自杀 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活死人 他的生命只是一场悲剧 霍金的生活 在他遇到了简怀尔德的时候 发生了转折 简是一位文学系的学生 他对霍金一见钟情 他不在乎他的病症 他只看到了他的才华和魅力 他用他的爱和关怀 给了霍金新的希望和动力 霍金也被他的真诚和勇敢所感动 他决定不再放弃自己 他决定继续追求他的物理梦想 他从牛津毕业后考入了剑桥大学 攻读理论宇宙学的博士学位 他的导师是丹尼斯夏默 一位著名的宇宙学家 在剑桥 霍金开始了他的科学探索 他对宇宙的起源 黑洞的性质 时间的本质等问题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阅读了大量的文献 参加了很多的讨论 提出了很多的想法 他的智力并没有受到病症的影响 反而更加敏锐和活跃 霍金在剑桥的学习并不顺利 他的病情也在不断恶化 他的说话越来越困难 他的走路越来越艰难 他需要用拐杖或轮椅来辅助移动 他的论文进展也很缓慢 他的导师和同学 对他的研究方向也不太理解 他曾经想过放弃 但是他的女友姐和他的父母都鼓励他坚持下去 他也意识到 他的生命可能比别人短暂 他必须抓住每一个机会 去探索他所热爱的宇宙的奥秘 霍金的转机出现在1965年 当他参加了一次关于宇宙学的国际会议 听到了罗杰·彭罗斯的演讲 彭罗斯是一位数学物理学家 他利用数学工具证明了 在广义相对论中 黑洞的起点是不可避免的 霍金对这个结果非常感兴趣 他想知道是否可以将这个结论推广到整个宇宙 他开始与彭罗斯合作 研究宇宙的起点定理 他们发现在一些合理的假设下 宇宙的起源也必然存在一个起点 极大爆炸 这个发现震惊了整个物理界 因为它意味着宇宙有一个有限的开始 而不是永恒不变的 霍金和彭罗斯的起点定理 被认为是现代宇宙学的基石之一 也为霍金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和尊敬 霍金在1966年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 题目是宇宙膨胀的性质 他在论文中详细阐述了他和彭罗斯的起点定理 以及他对宇宙膨胀的一些新的见解 他的论文得到了导师夏末的高度评价 也为他赢得了博士学位 他的论文后来被剑桥大学公开 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和下载 霍金的博士论文是他科学生涯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也是他对人类对宇宙的认识的第一个重大的贡献 霍金在获得博士学位后 没有停止他的科学探索 他继续在剑桥大学从事理论宇宙学的研究 他也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 他先后担任了研究员 讲师 教授和卢卡斯数学教授等职位 他的研究领域涉及了广义相对论 量子力学 黑洞 宇宙学 热力学 信息论等多个方面 他提出了许多创新的理论和假设 为物理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的一些主要的成就包括 霍金辐射 霍金在1974年发表了一篇论文 提出了黑洞不是完全黑暗的 而是会发出一种热辐射 这种辐射是由于量子效应导致的 它使得黑洞的质量逐渐减少 直到最终消失 这种辐射被称为霍金辐射 它是将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 结合起来的一个重要的例子 它也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和研究 比如黑洞信息悖论 黑洞伤 黑洞热力学等 霍金温度 霍金根据它的辐射理论 推导出了黑洞的温度公式 它表明黑洞的温度 与其表面重力成反比 也就是说 黑洞越小 温度越高 辐射越强 霍金温度是黑洞热力学的 一个重要的概念 它也与黑洞的伤和面积有关 它们之间满足一个 类似于普通热力学的关系 霍金面积定理 霍金在1971年证明了一个定理 成为霍金面积定理 它表明在经典广义相对论中 孤立的黑洞的世界面积 只能增加或保持不变 不能减少 这个定理类似于热力学的第二定律 它也暗示了黑洞的伤和面积有关 它们都是不可逆的过程 霍金佩内罗斯七点定理 霍金和彭罗斯在1965年合作 证明了一个定理 成为霍金佩内罗斯七点定理 它表明在广义相对论中 如果满足一些合理的条件 那么宇宙的起源和黑洞的中心 都必然存在一个七点 即一个时空的起义点 那里的物理定律失效 这个定理为大爆炸理论和黑洞理论 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它也揭示了时空的极限 和量子引力的必要性 霍金的这些成就 使它成为了当代最著名 和最有影响力的物理学家之一 它也获得了许多的奖项和荣誉 比如沃尔夫物理奖 欧洲物理学会迪拉克奖 美国总统自由勋章 英国科学院费米奖等 它的名字也被用来命名了 一些物理学的概念和现象 比如霍金辐射 霍金温度 霍金面积定理 霍金佩内罗斯七点定理等 它的一些著作 如《时间简史》是霍金的最著名的科普作品 它讲述了关于宇宙的起源和命运 主要介绍了什么是宇宙 宇宙发展的最新状况 和关于宇宙本性的最前沿知识 解释了黑洞和大爆炸等概念 它涉及了相对论 量子力学 宇宙学 热力学 信息论等多个物理学分支 展示了宇宙的奥妙和美丽 引发了人们对时间和空间的思考 宇宙的结构 是霍金与格林合著的一本科普书 它介绍了显理论和M理论的基本原理和最新进展 试图解答宇宙的起源 结构和未来 以及物理学的终极理论是什么 它涉及了超对称性 超引力 黑洞商 暴障宇宙 魔理论 平行宇宙等前沿的物理学话题 展示了宇宙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引发了人们对宇宙的本质和规律的探索 黑洞与婴儿宇宙是霍金的一本讲演录 它收录了霍金在不同场合和不同主题的演讲 涵盖了黑洞 宇宙 人工智能 外星生命 神学等方面的内容 展示了霍金的广博的知识和深刻的见解 以及它的幽默和风趣 它涉及了黑洞辐射 黑洞信息悖论 霍金温度 霍金面积定理 霍金佩内罗斯七点定理等 霍金的重要的物理学成就 展示了霍金对黑洞和宇宙的独特的理解和贡献 引发了人们对黑洞和宇宙的奇妙和神秘的想象 广受读者的欢迎和赞誉 它以通俗易懂的语言 向公众介绍了一些复杂而深刻的物理学和宇宙学的知识 激发了人们对宇宙的好奇和探索 霍金虽然在科学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但它的生活并不容易 它的病情也在不断恶化 它的说话越来越不清楚 它的呼吸越来越困难 它的身体越来越僵硬 它需要用各种机器和设备来帮助它生存和沟通 它经历了很多次的手术和治疗 它也遭受了很多次的感染和并发症 它的生活质量和预期寿命都很低 它的医生和家人都对它的存活没有太大的希望 但是霍金并没有被这些困难和痛苦所打倒 它依然保持了它的乐观和幽默 它依然坚持了它的科学和教学 它依然享受了它的生活和爱情 它与简结婚后育有三个孩子 它们分别是罗伯特、露西和蒂姆 它的家庭给了它很多的支持和温满 它的孩子们也继承了它的聪明和创造力 它的妻子简也是它的灵魂伴侣 它陪伴她度过了很多的艰难和快乐 它也为她写了一本传记 叫做霍金的时间 讲述了它们的爱情和生活的故事 霍金也没有放弃它的社会和公众的活动 它经常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和讲座 它也经常接受各种各样的采访和报道 它甚至还出演了一些电影和电视节目 比如辛普森一家星际迷航生活大爆炸等 展示了它的风趣和幽默 它也关注了一些人类面临的重大的问题和挑战 比如环境污染、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外星生命等 它用它的声音和影响力 呼吁人们保护地球 探索宇宙、拥抱未来 它也鼓励年轻人和残疾人 不要放弃自己的梦想和努力 不要被困境和障碍所阻挡 要相信自己的潜力和价值 霍金的挑战和奋斗 使它成为了一个伟大的人类和灵魂的象征 它也赢得了全世界的敬仰和爱戴 它被誉为是最伟大的生存者和最勇敢的人 它的一生是一步充满了智慧和勇气 激情和创造 磨难和辉煌的时间简史 优优独播剧场——